来半岛东部发生严重的水患灾情 慈志工在灾区启动了 清理家园的乙公代证计划 而这个爱的行动 现在也帮助了吉兰丹州 受灾很严重的校园 因为在这个星期天就要开学了 所以慈志工从6号开始 就在校园里面开始进行 乙公代证的方案 挥别阴雨的天气 吉兰丹州终于出现了阳光 戈打巴鲁的勒朗小学里 一大早就涌入了70位相亲 领取打扫工具后 开始展开校园大扫除 移工代证民众在校园 每个角落进行清扫 尽管干净水源不足 村民们依旧发挥智慧 利用积水来冲洗泥江 节省资源 由于吉兰丹州 各级学校即将在11号开学 因此勒昂小学附近的老老少少 都来帮忙 78岁的阿都拉 也没放过这一次机会 大太阳下乡亲们坐得汗流浃背 只希望能赶得及让孩子在开学日准时上课 虽然距离开学日只剩下几天时间 不过慈激职工和乡亲还会持续在各校园进行清扫工作 让孩子的教育不应水患而中断 大海新闻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